好 我们把这个习近平还有布林肯的话 一并拿出来讲请委员来评论一下 这个昨天我们就初步 月尊是在我们晚报播出前 它是个算是个突发的新闻 今天更仔细的来看 习近平呢当面告诉布林肯什么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 介大使说这句很重要 不但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你美国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超级重要 还有世界面临的挑战 那中国是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跟取代美国 同样的啊 你美国要尊重中国嘛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然后还是强调 在巴厘岛会晤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双方在具体的问题上 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 这很好啊 对不对 很好啊 也就是说你要做啊 对不对啊 那布林肯根据中方发布的新闻稿 美方遵守拜登政府做出来的 拜登总统做出来的承诺 就是那个四步一无异嘛 但是刚刚亮哥说 这个美国事后国务院发表的 其实也没有这一段啊 没有 这个非常像当年啊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当时在上海公报谈判的期间里面 这个周南也有问这个尼克森 有关于台湾问题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尼克森就是说我现在答应你的怎么这样子 否则我如果把我心中享受的通通写出来 我回到美国啊会被迫来修改我们现在的上海公报 这个意思就是说布林肯在会上拿出来说 我不自台湾独立 但出去你讲你的我不否认 我如果我亲口来讲或者白宫发表声明来讲 就会成为国会里面斗争我的一个把柄 所以行政部门过去一直拆一种策略 那巴厘岛事实上是这个策略 那未来也可能还是维持这个策略 那中方大概也只限制说 你就在我面前给我再一次重申承诺 那我会公布你做的承诺 但是你不否认的方式来让社会大众了解你的承诺 但是你不行之以你的嘴巴在公众 或者会后记者会里面讲的话 那白宫声明里面也不去否认也不去承认 那这样你就减低了你未来在美国 民共两党 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争端 你就会减低很多压力 这是一个相当弱的政府 拜登政府现在是相对的脆弱 所以中国大概我了解到说 我逼他只能逼到这个地步 但是中国政府其实很给面子 怎么说给面子 在开会的时候你侦察机来 党都没党 而且还在哪里 在上海 怎么不去拦截一下 对啊 就是已经很给面子了 就是说 好吧好吧你既然想来 我们就好好谈一谈 那这里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果 就是双方面从可能的冲突 各退各后退一步 这里面就是说 好我这个军事的沟通管道不重启 但是我重启的所谓的中美这个什么联系工作组 有没有联合工作组 那个联合工作组 其实就是王毅跟苏立文这个工作组 还有秦刚跟这个布林肯这个2加2的工作组在推动的嘛 那因为前段时间气球事件发生了之后 这个工作都停摆了 所以现在重启就是重启这个2加2 那2加2能不能负责到的这个李尚福跟奥斯丁那边 那以后再说啦 这个华春莹是在事先解读习近平的一个想法嘛 他讲的是比较直接啦 就是说你如果想伤害中国的话 北想你不受伤害 习近平讲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啊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剥夺 我把华春莹的这个推文调出来 然后让委员来说明一下 主要是之前这个彭博写了一篇这个报道嘛 这个华春莹 他连续发了六篇推文 发发发发发一篇一篇的发 中美开战会怎样 我们把那个图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不会是中国采取挑衅的行动 派军舰飞机前往LA等等 不会是我们中国主动挑起的 相反怎样呢 会有靠近中国领土的美军舰呢 或是战机来触发 也就是告诉大家 世界上总是谁在挑起战争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 然后文章里面断言中国没有反击的手段或是意愿吗 你了解历史吗 因为抗美援朝的历史你看过吗 结果你知道吗 美国是不是赢得了越战伊拉克或是阿富汗的任何战争呢 这真的很有力啊 又是史实说话 对不对 不是空口白话 然后呢 中国会受到更多制裁吗 那我问一下 美国制裁了一万两千多个实体 现在呢得到什么好处呢 美国有更加繁荣吗 美国有更少当之后面是我讲的 如果谁想损滑而不损己 这叫痴心妄想 简而言之又回到和平的主轴 中国是开放的 不管何时何地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捍卫我们的合法的权利 对很多读者来说 这篇文章叫做敲诈勒索 不管是作者 那篇文章是裴敏欣写的 对啊 不管是作者或是编辑 需要上一堂这个历史跟地理的课 所以来再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这个委员跟亮哥来看一下 我说大陆的这个外交操作真的是很细致 从它的位置摆设 从下飞机到我们看到 秦刚 王毅 习近平一层又一层的 然后到各式各样的论述 委员怎么看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习红会 就是红秀柱与国民党主席去北京访问 就是在同一个地点人民大会堂 当时的位置也是类似这样的位置 不过习近平是坐在恒德的时候的中间 就坐在大概是王毅这一排的中间 然后红秀柱坐在他对面 就是在布林肯这一排的中间 不是现在这样摆设 习近平并没有说接到红秀柱的 就坐在那边角落上 那个是主席的位置 主持会议 我们把那个大图调出来 来 导播刚刚那张图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清楚 两排嘛 过去尝试也是这样两排 但是习近平是坐在中间 红秀柱坐在对面 主客也是坐在对面 上次习近平见这个俄罗斯总理 也是这样子的坐 几乎是同一个场合 可能同一张桌子 那这个表示什么 习近平就说 以很有礼貌的方式来对待 红秀柱不过就是一个 国民党的主席 不过就是国民党在野党的一个主席 那他就很客气的 很隆重的接待 那我当时坐在红秀柱的左手边 我对面就是栗战书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习近平 他的有习惯会翻翻 他的前面的纸张 跟他现在的习惯是一样 但是这摆明了 就是在长官训化 就是我们讲的长官训化 领导训化 才会这样的摆设 那这个像他接见比尔盖之后 以前接见蓬佩奥 那个等级就更高 就是沙发一对一 就更高